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阿航 今天我要來玩這個Steam上最近才出的一款遊戲 大概9月13號出的啦 它叫做Tester Drive Unlimited Solar Crown 因為最近觀眾很常問我說 欸阿航要不要玩玩看這個車魂日眠什麼的 他的中文名字我在查一下是什麼 反正就是Steam上新出的一款賽車遊戲 但是我看了一下這個評論 大多負評 欸觀眾朋友要確定欸 你們在那邊推薦這個 有39%的人給他好評 所以大概60%以上的人都給他負評 真的假的啦 他的遊戲背景是以這個香港為題材 是蠻特別的 那我來看一下給負評的人都說了什麼 不推薦 期待了那麼多年的情懷遊戲 做的像blahblah的一坨一樣 場景完全是貼圖漏洞賊多 跑圖的時候怎麼樣突然消失的 喔 這個東西對我們來講還行 因為我玩了很多奇奇怪怪的遊戲 常常遇到這些事情 再來下一個 首先我4個小時都是在測試遊戲 鍵盤和方向盤非常花時間設定 喔設定上的部分是不是 然後呢卡成這樣要玩啥 博士060畫質開中也玩不了 我可是黑無空人順跑的配備 爛優化 2Slow 2Lag RTX3080Lag 哇 完了完了完了 這個起手是 我又聞到雷果咖咖的味道了 好啦 那我們話不多說 我們就進來遊戲裡面評測看看吧 Test Drive 新遊戲開始 這個介面做起來有一點未來科技的feel 可是他應該是擬真賽這遊戲 沒錯吧 上午12點32分 輝煌辦公室 我看成輝達 嚇死人了 這是什麼年份的香港啊 我剛剛沒看到 喔很高科技 說到這個香港 我上次去香港是什麼時候 小時候的事情 Ready Ready Oh 這個地方應該是要選角了對吧 好我來看一下我們要選什麼角 他是有捏臉系統的是嗎 很潮喔 這些傢伙 等一下 這遊戲會有香港人出現嗎 我現在有點懷疑 搬選這個好了 這個跟我的style比較相近一點 只是鬍子有點多啊 有有有有 捏臉系統 整容手術 臉我就隨便捏啦 髮型也可以來做改變是不是 那就這個啦 建成飛機頭 這樣子大概設定一下下 反正這遊戲怎麼看起來 好像是沒被給他尊重香港人的 不知道為什麼 哈哈 全部都是外國人的臉孔 我就捏個外國人了 香港的觀眾不好意思喔 好就這樣子了啦 確定 Incoming message This is a message from Radiant Corporation 喔這是香港嗎 喔看到一台飛亞特庫群 喔他裡面的車子是不是都是正版的啊 好像是喔 喔喔喔喔這個動態感 喔喔法拉利F40 差不多 喔有了香港位出來了 就是這個街道 哎呦等一下 他動畫好像有點掉針掉針喔 喔他是一個未來香港都市 回背景是不是 哎呦 搭著一個未來飛機過來 哇這裡面太奢華了吧 我是被選中的車手是嗎 他叫做VVN Shoes 這個有劇情的不錯不錯不錯 歡迎來到香港島 非常老派的故事 看到我有某種潛力 就決定是你了 上把獨角 我們要證明自己的駕駛能力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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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啦開車了開車了 話不多說大概看看就好了 按C可以變更視野 哎呦藍寶尖尼喔 欸欸欸欸欸 不是怎麼沒有喊321開始 欸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不對不對不對 畫面上卡啦 這很不行啦 我調整一下設定 A few moments later 好了經過了87分鐘以後呢 我前面新手教學跳過了 然後我發現這遊戲有一個 非常奇妙點 我也是隨便亂試 結果被我試出來 各位現在看到畫面上是順的 是因為我用了搖桿在玩這遊戲 但是呢 只要我的手一按下鍵盤 這遊戲就會開始卡 比如說我現在用鍵盤往前走 來喔 大家看一下 欸有沒有 開始欸欸欸 畫面就開始卡了卡了 可是呢 我現在一用搖桿 是不是 這畫面就順起來了 這個應該是BUG吧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剛剛就是這樣子反覆的測 最後被我測出來這個結果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用搖桿來玩這遊戲吧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莫名其妙 那我們現在的進度是來到了 我的家裡這邊有一個衣櫃 超級未來感的 打開來可以選擇各種的衣服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邊會有一件這個 一瞬間就有點同片的味道出來了 可惜我不是 好不好 我就穿正常的衣服就好 那他剛剛前面給我那台小牛 應該是新手車啦 他這個進度感覺就是要把我的小牛 給他收走 我就想說怎麼會有那麼好心的遊戲 開局就給你開小牛 怎麼可能 來吧 我們來去大廳 這裡有服飾店和美容院 喔這麼高級喔 這個遊戲設定蠻特別的 我剛剛有瞄了一下他的街道 確實有一些地方是蠻香港的 不過我不確定他到底還原香港還原了多少 這個大廳是怎麼回事啊 太帥了吧 喔 他這裡是一個中公看上去的地方啊 超酷的 是有點半開放世界的玩法嗎 蠻帥氣的 這邊一台812是不是 這是玩家的車喔 這邊看到車子的型號 這邊一台918 然後一台大牛 要載我一層 欸不用啦 我外面有一台小牛啦 把那一台給我就好了好不好 這遊戲地圖目前看起來蠻大的 好我們就這樣傳送過去 OK現在來到了這裡 哇塞那什麼車 然後我現在是要來 選車了是嗎 前面都擺那麼高級的喔 哇塞還有來個 不用不用不用 後面那370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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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開局不妙 為什麼他剛剛前面讓我開小牛欸 這落差感也太大了吧 暫時離開了 姐姐 你為什麼不把小牛留給我呢 好啦選新手車吧 目前看起來就是這三台車嘛 六代野馬 2018的 這個遊戲目前接觸下來 他的機制跟地平線有點類似 110 435 然後勒 他要19萬 370 欸16萬 好啦好啦好啦 那我就開野馬好了 我對這台車比較熟 野馬的顏色我們來個 鋼鐵灰好了 這要錢喔 6000塊 這麼貴 然後內裝可以改 哇嗚 那我們外面是灰的嘛 裡面當然是來個紅色的椅子 5400塊 然後輪圈呢 我選這個啦 黑色輪框 這樣子東改西改 20萬6900塊 來啦買下去 來我的車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開啟後面那台918 然後呢 我現在去哪裡 欸你看他這還有方向盤視角 所以到時候可以接著這個 方向盤來玩 然後這邊有一個測速點 欸 急速快改的味道飄出來了 所以我現在是要幹嘛 去這邊嗎 引起關注 好來來來 發動一下 這野馬發動的聲音 還不錯喔 他這個開在路上的時候 也會有導航跟你講 多少公尺 左轉右轉什麼的 還不錯 那個車轉歪 欸等一下等一下 欸對我發現這遊戲 有一個奇葩點 香港不是右駕嗎 剛剛小牛是左駕 然後我現在選這台野馬 還是左駕 怎麼回事 呵呵 這不對啊 我們在右駕的地方 然後開著左駕車 算了我們不要計較太多 我覺得他玩起來 就是地名線結合 急速快改的感覺 喔這條有FU有FU 香港的味道出來了 欸不錯不錯不錯 我怎麼那麼習慣靠右邊啊 呵呵呵 那我現在要參加活動嗎 好像是欸 他只能玩這兩個賽事喔 然後來去開一下 好開始我們今天影片第一個比賽 喔 有喔 大家都是新手車 喔喔 這個界面 你看 有那種 未來感 起步 衝啊 那個是5.0的野馬 不要走中間 走中間比較慢 來我們第一個彎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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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頂出去被頂出去 這個不知道能不能撞這些 AI車手 我看一下 我們前面第一名的幹嘛 煞車煞車煞車 轉過來 欸過頭過頭過頭 幹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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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不行不行 過彎用那個手煞車過太陡了 尤其是我用搖桿玩 不太會玩 好啦下個彎開始 我用煞車抓地過彎了 我不確定是車子的問題 還是怎麼樣 因為我剛剛前面新手的時候 我開小牛是可以稍微飄飲 欸抓地過 抓地過比較穩 這感覺拉手煞車可能要看車怎麼 借過借過 這個皮爾森走開第八名到旁邊去 比賽現在來到54%了 煞車 這是輕軌嗎 有沒有感覺在這上面 車速快很多啊 抓地 欸 欸幹嘛幹嘛幹嘛 街頭賽車在那邊亂頂人 這樣我就從來不做這件事了 這個人最屁死 不要下班好嗎 做地下街 喔有捏 這玩家真的有香港那種感覺 小修羅你 我來囉 欸欸欸 但這37里子那麼快 5.0的野馬 哇這加速不對吧 第三名 這算是我第一場正式比賽 竟然有人開賓室 好樣的這傢伙 OK賺了4萬塊 欸有有有加成 喔賺6萬塊喔 好像還行欸 好那我們再來玩另外一個賽事 目前這個區域好像只有這兩個賽事可以玩 而且在路上玩的時候啊 跟極速快感一樣 有一些錢可以獲得 甩怪 放一下計程車 我剛好發現這遊戲它是有物理的損壞系統 你看我現在保桿前面有點受傷 到了 開始比賽 來 唉唷 這個是只有我是嗎 打破紀錄2分10秒 沒問題 各位知道原本我要買方卡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很想要買野馬 因為我覺得6代野馬真的很帥 但那時候就知道7代野馬快要出了 所以後來想一想 還是換別的 所以我就在遊戲裡面開個過癮 那兩邊放胖是怎麼回事 它這5.0的感覺有做出來欸 沒有跟我印象中的香港可能差不多 但是我現在真的不知道 它到底復刻了多少%的地圖回來 它應該不像標庫那樣子 是大概手指 這集有香港觀眾底下幫我們科補一下 到底像不像呢 底下留言 甩一個甩一個 雞肉車要甩給過完真的蠻難的 欸這好像蠻簡單的喔 OK Finish 過關 OK啦 保桿相當的完整 YES 這樣還沒5等 因為我要5等才能解開新的主線任務 不然我們去路上隨便晃一下好了 欸這遊戲感覺 也可以拿來直播 然後接方向環玩給大家看 它的掛紙目前調這樣子我覺得蠻OK的 陽光打下來我就算很漂亮 欸欸欸這邊下轎的到 哇好不習慣 有習慣性靠右 要靠左要靠左 喔跑一跑變5等啦 Breaking News 喔上新聞了嗎 工作室開張 你現在可以使用我們的工作室了 升級自己的車啊 OK啦沒問題 我們今天這個影片 第一集就可以改裝我的野馬了 就往上升級嘛 啊它25等才能下一階喔 哇塞 哇那這感覺要升級不容易啊 那18000 自然經濟V8 挂了一顆渦輪上去 沒錯我現在什麼東西都不能改 它的改裝品系像就跟我們一般玩到的差不多 貼紙車身 喔很多東西跟Kabakin很像 大概改裝一下就好 接下來主要任務要怎樣 12等要求 欸我看到其他玩家啦 酷 這可以跟其他玩家這樣互動 可是為什麼我們進來都是第一人稱啊 好怪啊 然後來這裡有一個潛錢是什麼 這跟Kabakin一樣 碰到一樣可以賺錢 所以我現在把我的車子改好了 我就可以出去了是不是 欸這個離開還是要喬到一個位置才能離開 沒五個等級 我就會有新的任務出來 農比賽了 好那我們再來跑今天最後一場 好看一下我的對手 可以啦 還有老野馬是不是 來看我的改裝過後的野馬 不是 擠不過別人 來抓地一下 墊背流 來頂著 不好意思啊 欸它的手很細節欸 人物的手是會去換檔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它這個車內是怎樣的 大概是這樣 沒辦法更遠 看不到 我只能從這個窗戶外面看我的角色在操作 都那麼快的嗎這些傢伙 這一關要比兩圈 有機會有機會 撞過去了 第一名那麼快是怎麼追 ok 有豬 頂著頂著頂著 哇什麼突然刺下還是怎樣 劃不行真的追不到 第一名超快 第一名跟後面差太多了 第二名 我看一下 他第一名的分數546啊 他第一名也是野馬 傻眼 這樣比一場可以加多少 一萬多快兩萬 好 第一次完成關卡 還有額外加成 因為這個是Steam最近台新出的遊戲 然後我也是第一次接觸這個車魂系列 撇除掉一些BUG 我覺得遊戲性還不錯 這個背景設定也還算OK 各位觀眾有任何想法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分享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最後也記得到我的FB及IG 按個之中 我們就在下支影片再見囉 嗚呼 大家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